哈喽 大家早上好 有听到声音吗 如果有听到声音 大家给我一个check box 可以吗 给我一号一号可以不可以 啊 有啊 有啊 ok 有很好很好很好 ok 来 大家早上好哈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Mr.Hill哈 ok 来 今天哈 我们主办的这个会议哈 邀请了一位很杰出的年轻人 ok 然后呢 他在这一个人生里面啊 就是有一本书啊 这本书的名字叫富爸爸穷爸爸 ok 就因为这一本书啊 改变了他的人生 所以他才刚开始的时候他去 中国发展发展了5年过后 他也没有做到很好的成绩 过后呢 在11年前的时候呢 他接触了这个 forever living的这个事业 ok 也在他这三年里面里面哦 三年里面哦 赚到他人生中的地统金 ok 人生中地统金 那么呢 他也买到他梦想的物质 跟他的车 ok 当然啦 在这个事业里面 他赚到他人生中的地统金的时候 也是包括这个 forever living的这个事业的这个制度 ok 不但只是这样 今天我们邀请了他来为我们分享 ok 分享是什么 分享这个产品 怎样在他的这个生活里面 照顾了他的家里人 ok 那么呢 他也帮助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事业 做到很成功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杰森 来给我们为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哈 来 我们大家鼓掌一下 切包里面 放很多个火来邀请他 让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心理路程 好的 谢谢Mr Hugh啊 来 大家听到杰森的声音的话 打个E好不好 耶 能你听到我声音的话 啊 清楚啊 啊 谢谢你啊 ok 谢谢everybody 也谢谢Mr Hugh 我的MC 大家觉得他棒吗 如果你觉得他棒棒等于哦 给他一个棒棒 给他棒棒啊 哈哈哈哈 啊 又到我们的系统 跟大家一起见面了对不对 啊 爸爸爸 谢谢Mr Hugh 啊 说啊 感谢大家来今天追我们 所以今天呢 好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杰森没有讲marketing的东西 今天杰森会讲关于产品这块的 啊 一些心得啦 跟大家交流 谢谢你们的的留言 好of course 你看到我的单就 你看我的主题话 你就知道了 知道讲关于小孩子了的 啊 为什么 等了这么久终于到我的机会讲了 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家里很很感恩 然后今天师傅哥师母给我一个机会 来分享关于啊 自己的心得 怎么只通过Forever的产品 照顾我们一家人 of course 在于我们 我们知道哦 在Forever这边哦 我们有很好的制度 赚钱就像Mr Hugh 刚才讲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Forever还有一个很强的后盾 就是我们的产品 大家同意吗 同意的话打一个yes好不好 啊 Forever是很难得很balance的哈 所以我很感恩哦 在Forever真的改变我们全家的一生哦 这个是我的两位公主啊 OK 所以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关于 baby 小孩子照顾 从内外 我们怎么只去帮助他们照顾好不好 啊 也谢谢 谢谢啊 大家 哦 这个是刚拍不最近的去年刚拍的啦 哦 我们的全家福 OK so of course 在这边哦 跟大家想问大家 在这边 谁是有小孩子的 你打个一好不好 或者你还没有小孩子准备 要有小孩子打个二 哈哈哈 ok 三位啊 一啊 Jesica有孩子 Sharon有孩子对吗 哦 不要零哈哈哈 不然有啦 没有另外一个小宠物 小宠物对不对 Sharon一 Alan Haley 对有一 OK very good 好 so of course 你会进来 我们是学习哦 我会跟他分享啊 今天比较多是 我是如何通过Forever的产品 当然自己用用出心得了过后 然后现在刚好又有两个孩子了 我们又用在孩子的身上帮助他们 然后解决是 平时啊 遇到了一些问就是 健康上面啊 或者是哦 我们的外夫用了等等的 好 所以等下你会看到蛮多 都是我平时我在怎么只照顾孩子的一些 见证 所以可以帮到大家给大家一些启发哦 所以你平时照顾孩子或者朋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给他们去聊去去了解的 OK 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一起来学习的话 打一个山脑泡 啊 OK 啊 所以当然哦 TikTok Jason哦 帮忙大家followfollow一下啦 哦 我这边有话 我有马路你都可以follow的 哦 有更多的指示可以跟他分享 so 哦 谢谢你们 everybody ready啊 给说很简单 分享一个很重要的tips给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了解 自己用的产品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 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产品 你们同意吗 然后哦 各种各样的产品每一个都讲自己好的 呵呵 可是哦 我们很感恩哦 我们认识到一个叫冰州 啊 消费人协会哦 他做没有了吗 他去把我们总结哦 市场上其实还有很多产品哦 很大的牌子哦 但是里面很多致癌物的 有看过这本书吗 没有的话可以去 popular 找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找你的 partner 你去跟他们讨 哦 这个本书里面很多大牌子都在里面中啊 啊 所以他去研究啊 他们去以一个第三方的角度 就去研究这些产品哦 去发现到哦 其实很多大品牌的产品啊 名声很好 但是呢 他里面其中含了很多的致癌物 你们觉得可怕吗 致癌物 可怕的话打个yes好不好 啊 从自在哪里都有啊 抽 除臭剂啦 方向剂啦 防晒高啦 牙膏啦 漱口水啦 你看哦 肥皂沐浴露 都是我们平时在用的东西 你们知道吗 所以这个你要很小心的 然后大家多去看看去留意一下 你会发现到哦 以前在用这个产品啊 哇 吓死人了 哦 打热谢谢你们 哦 不过你们来了 forever 过很多产品 你们跟他讲拜拜了 对吗 哈哈 因为我们用 forever 的代替了 哦 所以这些东西 他不是今天用明天就种了哈 他是慢慢累积起来的 agree 吗 大家都是平时从小 你用到大 然后这些东西都慢慢累积 累积累积在体内 造成很多后面的问 后续的问题的 分分钟你都不懂是哪一个东西造成的 都是这些化学物品慢慢的累积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然后产生出来的一些反应的表现 比如说头痛啊 色眠啊 和焦灶啦 内氛泌色调啦 有没有 很多人讲哎我吃也是 normal 这么晚是内氛泌色调 可能他日常品没有顾到 好乳癌啦 水肿啦 子宫瘤啦 那女生啊 月经色调不孕啊 免疫力下降一大堆问题 有吗 大家周围哦 你有没有朋友 或者你曾经有这样的体验的 有的话你打个E好不好 啊我的我的客位比较多互动了啊 大家准备好键盘拼拼按就对了啊 OK 有吗对不对 避不掉的为什么 因为从小到大哦 我想问大家大家选产品啊 是怎么只选 是不是亲戚朋友 龙氏邻居 或者你阿公阿嬷介绍了 你继续用到现在好的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Forever 对吗 谢谢你们老大医的朋友 谢谢 所以哦 今天哦我们很幸运 我们在Forever 除了赚钱以外 他给我们 很好很好的产品的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了 如果你刚刚选 刚刚Joy forever 你就慢慢去体验 已经是老朋友了了 肯定是很多心得的 OK 都要有时间去体验心得 你慢慢你就得到自己的见证的 哦 啊 最小的选比较美的包装的确 现在很多人都是看美包装 我还去买了 你知道吗 有没有带啊 你平时哦 你看到产品很美的包装 你才去买的 那是内容没有去研究的 一大堆 所以我们很感恩哦 Forever的公司 他专注在 芦荟跟蜜蜂系列的东西 他专注了46年 所以在这46年哦 他把芦荟跟蜜蜂啊 他发挥到零零静致啊 所以你看哦 他生产出了一系列产品 很多人以为Forever 只是卖保健品 不止是哦 他还有日常用品 美容品 护肤品等等哦 都是通过芦荟 去maximize他的功能 来给我们平时去用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等一下我会讲哦 有一些产品 就是我们平时照顾 孩子会用的 他可以cross function很多的 OK 从头到脚都有 所以我们很感恩 我们在Forever这个平台 给新的伙伴 大家 revise一下 我们很感恩是Forever的 创办人Rexmond 他从46年前开始 一直不断的种芦荟 种种种种种 前能种树 后能成良 我们现在就enjoy到 全世界最大的芦荟公司的benefit 就是整个世界60%的芦荟 都在Forever的手上 阿杰森呢那时候啊 还特地飞去美国 去研究研究去考察 到底这间公司是真的假的 还是吹水的 啊 所以啊 我们本身真的去到美国 去到现场 Texas那边有1000个Eka 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被吓到 你知道哦 从机场哦 麦伦的机场 去到那个卢汇田里面 我们坐巴士 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巴士哦 只看卢汇罢了 你觉得很险的话 打一个E好不好 哈哈哈 真的险没有东西看的 就是看卢汇 他讲你要参观卢汇 给你看哦 看到你够 看两个小时 一直在那个巴士走啊 一直就是看卢汇 卢汇 卢汇 因为Forever的卢汇田真的很大 虽然很险但是很爽 对错 没有错 美娜姐 这人爽一爽 你想象一下哦 这些东西哦 都是我们的partner在做住的 我们就用很小的本钱 这些全部就是我们的partner了 我们不需要花这个钱去种的 一千个E卡你们懂什么概念吗 买地吧 老婆买多少钱几千万去 了啊 搞不好要 哦 Forever的创办 rexpond他开始有这个远见 他就种到现在 墨西哥一千五百个E卡 Dominicate Republic 七千五百个E卡 加起来是整一万多个E卡 什么概念 两到三个新加坡的size 全部都是种卢汇的 恐怖吗 大家 很恐怖的 所以哦 我每次都是很敢跟大家分享 我们是这样巨大的 因为我们有证据 我们有这个点 这个地 OK 世界上60%都在我们手上 所以Forever Produce 出来的产品 非常非常有quality 可以帮到我们照顾 尤其是我们的孩子 好 相信现场大家 我问大家啦 你们照顾孩子啦 你会不会给你孩子用最好 最安全的产品的 会的话打一个yes好不好 你跟我一样的 啊 怕死一担包啦 给 要给孩子给最好的 还是你会买鸡 给你孩子用 然后自己用最好的 哈哈 一样嘛对不对 我们能 肯定是给孩子最好的 当然我们很幸运认识到Forever 给我们很有quality的产品 但是都是像工厂的价钱的 为什么Forever 自己的工厂 你可以看 杰森跟现场 我们的伙伴一起去现场 去考察 真的是有的 你看那个炉灰啊 全部啊 包括Tube啊 这些东西 然后那种一只一只的 全部都在里面 supply 自己做出来的 一条龙做完 哦 整条生产线的 的整个系列 Forever自己掌控到完 他不给the party的 所以什么师傅 那时候跟我们讲 Forever是没有中间人 就验证了这个东西 而且最近拿到100% organic的certific certific certification啊 啊 这个很少公司拿到了 我们的炉灰天拿到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 有原因的 其中一个原因哦 是因为炉灰根本 不需要撒农药 大家知道吗 现在很多的农作物啊 很怕什么 很怕虫害啊 有没有 如果你知道的话 农作物很怕虫害 你看到很多都在碰 那些农药的话 你知道的话 打一个二好不好 可是你没有办法 你还是要接受 因为那些农民啊 他没有办法忍受 他的农作物被破坏啊 所以他一定要撒农药 保护的 可是很奇怪 是炉灰不用哦 为什么 因为炉灰天生 他的皮啊 就有一层毒 叫做大黄树 这个毒哦 是保护他自己 不要给虫咬了 啊 所以炉灰哦 根本不用撒农药了 因为他本身 就有保护层了 自然的 the barrier了的 所以没有昆虫 会去咬炉灰的 你们明白吗 你家里有种菜 跟种炉灰 你放在一起哦 你们觉得哪一个 会被吃掉先 是不是菜被吃掉 你的炉灰是美美哦 可以活几年 都没有事情的了吗 为什么 因为炉灰本身 就有保护层了的 他怎么只弄掉 等一下我跟大家讲 OK that's why我们拿到 certification 100% organic 啊 所以哦 对于那些 有些伙伴很关注 什么 啊 要有机栽种啊 放心 我们都有了的 OK 一条龙自己生产到完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哦 现场切炉灰哦 很恐怖的啊 我们有机器的process 也有人工 全部train到很强的 你看他们切炉灰 你要你要很记得这个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哦 就是最后那一桶东西就变成我们在用的东西好了明白吧 你看他们切炉灰是很快的 但他切很快的时候 那个毒素就全部被去掉了啊 OK 然后呢 of course 我们在不只是做 supplement吃的用的 我们还有哦 就是forever nutraceutical OK 一些新的伙伴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 生产所有tablet的产品的 风胶 花粉 鱼油 维达命C 全部就是在这边生产的 forever nutraceutical 也是forever自己的工厂的 所以forever是没有交给特帕做他的产品啊 全部是自主研发 自己生产的 所以才会给到我们最好的quality OK of course 产品来讲哦 很多人买的就是看包装 就像刚刚我们的伙伴讲的 但是最重要是你要学习多一个就是如何看他的成分 可以明白吗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子分享很多朋友讲 Jason 那个成分我转过来哦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哦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很多字的 你看到拱拱的 所以跟我一样哦 以前还没有研究说 你看到那个字你就拱拱了了 你就引起啊 你打个三好不好 打个咪啦 哈哈 一定的 OK 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字真的太多字了 看到都很乱的 但是教大家看什么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看他成分的排行 因为工厂条例啊 他的成分排行是有顺序的 每一个产品他要印上去 他不可以乱乱印那个顺序的 他必须跟住第一个是用最多去 会一个是用最少的顺序去排序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公司 在外面跟你讲什么 很好很好 几贵几贵产品哦 很多时候你转过来哦 你看到第一个成分 你们觉得是放什么的 我这边写大个了 就是放水 water 有些写比较高级一点 叫aqua 或者purified water 最后呢 他还是水 你们觉得水贵还是便宜 哈哈哈 你现在的市区啊 很便宜吧 对不对 可是哦 他整 整支啊 都是在卖 都是在给你水吧 你知道吗 啊 所以哦 我们花很多钱去买水吧 你觉得值得吗 你觉得待到烂的话 打一个1 你觉得不值得的话 打一个2好不好 如果你买很多水 比较用又贵到要死 你觉得不值得的话 打一个2好不好 啊 OK 可是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forever 他不是第一个放水 呢 Forever 他给就给在 他第一个成分啊 全部都是放芦荟的 几乎90%以上的产品 第一个成分 他都放芦荟 所以整支啊 我们的forever的产品 你们后续慢慢去研究 你看我 后来分享 他的产品啊 几乎啊 差不多都是第一个 都是放芦荟 代表一整支啊 一半以上都是放芦荟的 所以他不省料的 他是敢敢放料给我们的 当料一多的时候呢 我们用到他的效果就很好了 收到吗 大家啊 你可以去转转一下 你家里以前的产品啊 你看你会吓到的 你发现forever 很多第一个都是放芦荟的 真材实料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你要知道啊 芦荟是有毒的 像我刚才讲的 你要很小心 所以forever处理掉 因为他皮是有毒的 啊 如果没有处理掉 是很危险的啊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 哎 今天杰森 你们讲到这样好 我家里自己有芦荟切来用 可以吗 我讲你要小心咯 如果你有本事 像刚才那个黑人朋友 他这样子切这样快 你就没有事情了 因为他毒不出来 可是问题哦 你切这样快哦 很多时候是不小心 把自己的手切掉了 好吗 有没有 OK 所以forever有一个技术 就是在0.5秒 瞬间去皮 来自我们的黑人的伙伴 或者是在美国 他们是用机器的 那个卤味就分出来了 OK 把那个大黄素去掉 所以不会造成腹泻 或者过敏的现象的 那个大黄素在皮外面 是有毒的 大家要小心啊 有毒的 会造成你敏感的问题的 OK forever settle掉了的 然后呢 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的芦荟 是有一个专利 叫做稳定专利 因为你今天 我想问大家 你想要用的芦荟 是很新鲜的芦荟 还是已经 过氧化了 不能用了 你喜欢哪一个 你喜欢第一个 你打1好不好 或者你喜欢氧化掉 你打一个2 你写哪一个 跟我一样一定写1的嘛 我们要用最好嘛 所以forever就做了什么 他找到这个技术叫做稳定技术 找到这三个医生 花了20多年去研究 forever 直接给他买过来 变成我们的专利 来把芦荟的寿命 延长从6个小时延长到4年 所以你看到我们芦荟的产品 就是稳定芦荟 确保你拿到是最新鲜的 这样子 它的营养成分才不会氧化 所以你用了 它才有效果的 大家觉得best吗 这样的公司 如果你觉得你对forever 听完现在这样 你就很信心用它产品 你打个2好不好 要了解 你明白这个 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可以用forever 产品用了11年 Jason用了11年 用了做了11年 你来我的家 你都会几乎看到 全部是芦荟飘的产品的 老鹰飘的产品的 你很少看到别的飘子的 Celine讲16年 我们很多伙伴 都是过10多年的 来在座 大家你们用了forever产品 多少年 你们可以带在check里面 好不好 不要排写分享 你用了多少年 师父师母用了 超过20多年了 你看到还是用爱护 Jane刚两个月 刚在不久 对不对 慢慢会用出心得的 所以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我们用我们照顾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 最直接会接触到的 就是外用的东西 我还仔细嘻哈在家里面了 OK 所以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我第一个 我们会直接给小孩子用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如会三宝 大家有看过吗 如会三宝 James四天罢了 刚在不久 欢迎欢迎 OK Gary三个月 OK 手艺正常的 所以你们要慢慢去感受 去体验 体验了过后 慢慢找到心得 你会越来越爱上forever的 我们都是这样慢慢爱上forever的 OK 所以如会三宝是第一个大家会接触到的 因为它是最好用的三个外用产品 有一个叫aloe first 一个叫做aloe vera jelly 然后一个叫propolis cream 这三个东西 你一定要standby在你的家 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东西就是照顾你一家的 你们可以看到 手足口症 烫伤 蚊子咬 皮肤敏感 各伤 全部可以用的 这个是我的孩子 刚出生不久 老二的时候 出生不久 皮肤有问题 我们就现场这些用好了 然后拍个照给大家看 OK 说aloe first是什么东西 aloe first就是我们的detto 像我们detto消源水这样子的 它有乳灰 加上风胶 再加上十多种的草药 参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草药参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变成很好的消毒药水了 不用买detto了的 维娜姐讲17年 老公要20年 的确没有错 你看 很多伙伴用很久的 然后我们很感恩 我们的产品帮到很多人 你看 这个aloe first它是消毒水 你们可以看 还有很多功能 OK伤口裂 伤口或者你跌伤 割伤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拿这个喷上去先 做消炎 杀菌 OK 很多你们可以看这边 你们可以截图 把这个拿回去 Anytime你要用到的时候 你就想到它就拿用了 OK 伤全身 包括嘴巴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 也可以暂时喷进去 消消毒一下先 让你眼睛凌目 也是可以 我本身也是这样子 有时候红眼的时候 我会拿用的 所以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皮肤有敏感 痒痒的时候 或者是手足口症的时候呢 就直接spray在皮肤上面 做消炎第一轮陷 spray上去了过后 这是我孩子啦 我们喷他皮股啦 我们喷上去了过后 让他自己absorb absorb干了过后呢 我们就用另外两个东西 来做一个保护了的 OK 我们做什么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第二个产品 叫做aloe vera jelly 大家有用过吗 aloe vera jelly 或者你家里 你有aloe vera 现在你看我们的startware jelly 里面都有它的 因为它是forever哦 你不能没有它的一个 叫做万能胶 它是我们外用里面 卖的最top的一个产品了的 因为它很多功能 我们讲家里的小护士啊 有吗 谁的家里面有的 有的话你打个yes好不好 啊 Jane马上讲like jelly啊 用过的人都一定喜欢它的 它的texture就比较粘粘一点 是正常的 因为它是gel来的 但是它很多function 安藏啦 痴疮啦 割伤啦 烫伤啦 保湿啦 做酷 麻烧 消肿啦 止痛 止痒 凹色全部可以麻 啊 你皮肤很干 你要补水 晒好太阳 黑咬 要做脸做mask都可以的 涂好过后去睡觉 你要洗掉也可以自己喜欢 啊 OK 这个是否长 这个是否年长的人啊 这是否成人的啦 然后夫妻新方用都可以的 当然我们顾小孩子的话 我们会做什么 我们放冰处里面standby standby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刚才我讲的皮肤 痒的时候我们就骂咯 OK 但是我们骂的时候 一餐一个叫风娇高 等下会跟他讲是什么用的 然后哦 很多时候哦 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哦 想问大家 小孩子哦 会不会跑来跑去撞来撞去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有话打一个yes 好不好 你家的小孩子哦 哇 跑跑 扣一下 撞一下 打一下 吹一下 然后就流血了 有没有 大把啦 小孩子一定有了 这是我的孩子 然后跑跑跑 跌倒扣下去 那个桌子的脚头 没有放那个 他就直接扣下去哦 直接流血了 爆血了吗 吓死我们了 因为很深 阿罗斯 喷了一轮洗了伤口过后 马上抹接力上去 然后在一分到两分钟内 马上直血 你看他血马上凝结好的 他就stop bleeding 咬的 你有觉得很神奇吗 有话打一个yes好不好 啊 屁屁红红隔天就好 对啊 OK 这个就是第一件 你一定在家里 一定要standby的这三宝 就是你不懂 随时你孩子敲到 割到什么 马上来用 啊 这种孩子 所以哦 当然哭是不很大声啊 但是快快跟他骂好过后 哎 比较稳定了 就不会 不会再继续哭好了 OK好了 哦 就跟他骂 骂了过后呢 还有什么情况会发生 就是会跌跌撞撞 会撞到黑青啊 有没有 家里有没有朋友 小孩子啊 哈哈哈 跌下去 地上空再去哦 你就看他变异力包起来哦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是在Forever这边哦 啊 正常了 我给你看看 小孩子一定跌跌撞撞的 哦 so 在这边 他一酷下去 在懂Forever的人 你的孩子很少有机会会黑青的 为什么 我们就第一件事情哦 骂干净了 快点 Jelly一层厚厚 跟他盖上去 你看到图很厚的 一盖上去不久啊 他就不会黑青了的 因为他会阻止那个浴血啊 这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你不要看Jelly这样子哦 呵呵 最好用的 所以哦 这个大家知道怎样子用了哦 你有学到吗 啊 有的话打一个YES好不好 或者哦 有些时候小孩子啊 你知道他们车门啊 哦 你要管车门的时候小孩子的手 很给小的 讲难听一点啊 给小啊 手放弃你的车门要夹下去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讲遇到很多次哦 一夹下去啊 我们第一件事情冲进去 里面拿Jelly出来 就是跟他骂整只手 骂 OK 骂整只手好过哦 你就会发现到哦 他就不会这么容易哦齐了的 啊 他很快就会消炎 不然的话啊 很多的以前拿那种轻药膏啊 去骂啊 就还是黑青啊 腫了很辛苦的 我们就是Jelly一层后啊 涂上去避免他的手 溢血这样子的问题了的 OK 哈哈 阿不要讲的对 哦 这火烈我都知道了 你孩子受伤 过你这件事情 产品上去了 过后就开始拍照了的 哦 你就看到我们有很多 很多留恋的这些东西 然后没有错了 然后全部孩子跌伤 割伤哦 所以你看到你小孩子 去踏好车去玩跑 我说跌倒啊 膝盖流血 然后还有就是做梦呢 就是给蚊子咬咯 你蚊子咬的话 你就Alophus 喷一喷小缘过后 Jelly就一层后 给他涂上去 他会止痒的 啊 然后我这个女儿就是跌倒 冲到他的那个 几层流血 啊 很多很多pattern的小孩子 哈哈 哦 Jelly就后后给他涂上去 他很快就修复的 所以你看到他很多场景可以用的 你们可以想象到的 这个三趟伤被烧水 录到 坏坏 当然他出了我孩子 还有没有遇到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家里有小孩子 录到烧水的时候 被录到 第一件事情 不要去洗水啊 你赶快拿Jelly 一层厚厚跟他涂上去 然后这个是很多朋友分享的 有冰厨里面的会更好 马上涂上去被烫 烫到烧水或者油的地方 啊 那今天你讲妈妈 你一层厚厚跟他涂上去 恭喜啊 他很快会镇定 当然会还是会痛的 镇定咬过后他就不会起水泡了 很多很好的很好的见证的 OK这个分享给小孩子 有些时候真的 你拿着烧水把你 到你淋下去就活死了 快快救他们 OK这个就是Jelly的好处 当然你会看哦 我们间中会参一个东西 说风胶膏 Propolis cream 所以这个风胶膏的话呢 它里面是有风胶 加上这些 柑橘啊 植草啊 维他命Ace 这个东西 尿囊素等等 它配合起来的话呢 它是保湿消炎杀菌的功能 还有就是去痘吧 去痘因啊 或者是去疤痕的 我们叫疤痕高啦 讲的比较容易懂 然后小孩子就是有 咸啊 喝奶啊 咸啊 这些东西 皮肤的问题 全部可以骂这个上去的 你要mix那个Jelly 一对一的比例 mix要厚厚一层图 像这个那时候 还有伸手指口症哦 它的很多屁股 很多红点啊 那些东西哦 啊 你就跟它骂哦 OK 包括我刚才女儿 他敲到了过 我们最怕就是小孩子哦 受伤了有疤痕 同意吗大家 你惧怕孩子哦 受伤了过有疤痕的 尤其是女儿 你很怕他有疤痕的 打个E好不好 so你就要快快 除了骂了Jelly以外 过后就是一直骂风胶膏 mix在一起 so that哦 它的伤口 不会这么容易有疤痕 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平时会这样子做的 所以一对一的比例去参它 然后去骂 就是避免它那个疤痕 它会淡掉啦 你要讲完全不见掉 有时候很难讲 但是它会尽量淡掉的 OK 这个明白啊 然后再分享一个新的给大家 有些时候哦 有些孩子可能被一些虫咬 咬到很严重的 大家没遇过就是那种伤口啊 很难整人 很难好的 阿比较有分享发真的没有了 你要去闹骂啦 你越去闹骂 那个发真的会淡掉到 甚至有时候不见掉了 OK 所以有些伤口真的很难会好的话呢 除了Propolis Cream Jelly以外 我们第二 我们还会平时怎么只做 我做筷子 我Jelly哦 我会餐我们的一个叫风胶 大家知道吗 Propolis吃的 刚才那个是cream吗 我们还有吃的 我们就打碎它 然后加上Jelly 抹上去 让它伤口去做消炎杀菌的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伤口啦 你们可以这样子做的 然后你要拿纱布盖住它也可以 不要让它干燃也是可以的 我平时会这样子做 这个是那时候遇到碰被一个虫咬 还是很严重啊 不会好哦 我们除了Propolis Cream那些骂好过后 还是不会好 我们就是上这个风胶粉了的 捏吹它 风胶是一粒粒粒的 你捏吹它 参在一起跟它骂上去 OK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在外用 保护孩子的三宝 有学到吗 有学到something的话 打个E好不好 如果大家还有很多的 见证 你们都可以分享在group里面 给大家一起一起学习啦 因为见证真的很多 或者在我们的group里面 有很多的见证 对大家去挖的 好 所以再来呢 我们平时会用照顾孩子出了伤口那些 我们平时帮他们冲凉咯 而且小孩子要冲凉的吗 没有冲凉也可以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感恩 Forever有出一个产品 哎维纳姐吗 跌破头逢酒针 Propolis Cream AlphaE 蛋巴达酒 看不到 喂 很好 你看维纳姐有分享吗 然后风胶高高 我们一个产品叫AlphaE AlphaE是这个啊 给大家看一看啊 AlphaE吼 就是左最左边这个我们的精华液 啊 Forever哦 很贴心做这个精华液哦 就是for那些皮肤很干啊 疤痕啊 你也可以搭配这个来用的 穿Propolis Cream取脑吗 啊 它就会淡掉的 像像 像维纳姐三败不见掉 那个吧 呵呵 哦 谢谢你的分享 然后再来我们冲击的话呢 好 好 谢谢维纳姐哦 期待这个见证 所以再来我们平时给孩子我们一定会冲凉咯 冲凉啊 洗手等等 so forever design 这个叫做liquid soap 好 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的话 一定要去过后去体验啊 OK这个liquid soap里面 哦 它里面哦 有乳灰 加上哦 Forever的配方 帮助我们做什么 冲凉 你要拿 它它它看起来很像洗手液 但是它不只是洗手啊 你看这边 可以洗头发啊 洗脸啊 洗脸是比干性的皮肤 跟中性皮肤啦 OK 小孩冲凉的沐浴露啊 洗手都可以的 但比较多人 直接一定拿来洗手 因为它很容易放在洗手盆那边 很老按 好 但是不用多的 每一次按一个五分钱 可以洗整只手了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在做Forever的朋友 或者是 用Forever产品的朋友 都会给拿来给孩子冲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哦 它非常温和 小孩子baby出身哦 等等 都可以 你要跟小孩子冲凉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个来冲 因为它的pH啊 它的pH值 跟我们皮肤 很接近了的 OK 所以宝宝的皮肤 都可以去用的 非常温和 而且洗完过皮肤很滑的 啊 然后重点哦 它是无类配方 弄到眼睛费辣的 谁有用过 所以哦 有人讲洗脸怕开 开盖着眼睛 怕看到开眼睛 看到鬼嘛 所以在这边哦 你洗 你洗脸的话 你可以开着眼睛洗的 你眼睛没有什么感觉的 所以我们给小孩子冲凉 他们怕淋到眼睛 会不舒服 用这个liquid so settle了的 so for小孩子的话 用狗狗冲凉 对啊 狗狗冲凉也是可以啊 有宠物的朋友 还不要姐 我在里面分享哦 你们可以给你的宠物去用的 OK 然后说在这边 我这宝宝们 他们用 你可以跟他用他这个来洗头发 洗身体 洗脸 洗脚 洗 他的私密处全部都可以拿来洗的 OK 很多时候又拿来泡澡 小孩子想玩泡泡嘛 对不对 弄成泡泡这样子给他们玩 啊 很喜欢的 所以我还一直啊 他们玩泡泡的时候啊 都会拿这个来玩 但是要很小心 你给他按要四壳子 因为不然他会按很多 他按很多 你就哦 用这样多 但又很浓 不用很多了 哦 所以我们有时候 看要看着我们按了 不然还有一瓶给你按到完 啊 你要给他按完也可以啦 哇 你的业绩会很大的 哈哈哈 OK so 他们洗完过后哦 我想问大家啦 你们以前有没有用过 还没有接触forever之前 是不是会买那些牧翼录在外面啊 Johnson Johnson啊 类似这样子的牧翼录哦 安娜姑啊 一大堆外面的brand有没有 有的话打个E好不好 你曾经有用过外面的牧翼录的 可是哦 我会发现我以前 我不喜欢用外面的牧翼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牧翼录哦 999肥皂 哇 这个我就没用过啦 很多 外面的牧翼录大家也没有发现到哦 你涂在自己的身上 我小孩子虽然洗完过哦 感觉很像洗不掉的 很像洗很多水啊 过我感觉还是还在一样子的 很难洗掉的 洗几次水 我以后还是你这样在哪 然后洗洗就做一做一做 还是在那种感觉 然后他脱不掉那种感觉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啊 这就是外面很多劣质的一些牧翼录啊 很难洗的感觉就是 哈哈哈 有血还没有洗这样的你懂啊 你是黏黏黏的花花的感觉的 外面很多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liquid 送往 他design 到哦 给你帮孩子弄弄弄弄完过哦 洗你很快的 你拿那个花伞 那样 不擦擦擦擦几下哦 很快就洗它干干净起 你摸他皮肤哦 是他的滑是那种正常的皮肤的滑 很舒服的 啊 然后洗头发也是很快的 然后不用说做到很久了 因为小孩子给你洗头发 很没有耐心的啊 啊 有有孩子都知道了 你的肥皂上去哦 他不舒服 他就喵喵叫了的 虽然弄了眼睛不会拉了 但是你就要很快速的 跟他跟他领导完的 所以Forever的 的liquid 送哦 你领哦 一下子就全部脱完那肥皂 很干净的 然后皮肤过后很鬼化的 啊 baby 的皮肤 所以 所以有试过了 你冲完这个liquid 送过哦 你摸你皮肤很滑 很舒服的 很爽的 打一个 打一个 打一个一摇 很爽的 哈哈哈 ok 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见证 用到 效果效果都非常好 你洗手 哦 当然该讲是给 baby 洗手 也冲凉嘛 像你小孩子 有时候他们去学画画啊 那些啊 会洗手啊 你就可以叫他们用这个来洗手 保护他们的手 然后洗了过皮肤又不会干 啊 很颈啊 配方在这边 ok 很多肥皂用了皮肤会很干 有肇数啊 那有问题吗 因为这个哦 用了皮肤不会干的 还颈就给在这边 ok 然后一只哦 可以按很久的啊 如果你按不用按多多了 每一次五分钱 再一直冲来的话 稍微量比较多一点啊 看你怎么只去拿捏哦 啊 看你孩子的体型有多大只 你决定那个量的啊 ok 然后这是平时我用的 分享给大家 然后 除了这个之以外呢 我平时会给孩子用的东西 就是这一只Datoran了 很多人就很奇怪啊 Datoran 你们懂Datoran了 懂的话打一个二好不好 你们知道Datoran来做什么的吗 谁知道吗 是不是拿来查个地下的 懂吗 查业下的 哈哈 查业下给业下不会臭 没有臭啊 因为他设计就是这样用的嘛 然后查好过后 你个家不会黑的 然后你的你的那个 你的业下不会黑 你的你的衣服不会黄的 他设计很赶的 因为他没有铝园 他没有那个酒精的 他不会阻塞的 哦 所以他很适合 他很适合拿来给小孩子用 for什么 你知道吗 不是查小孩子的 当然啦 有些人 哦 我们做搞笑啦 拿来查 但是小孩子不用来 业下不会怎么臭的啦 OK 拿来做什么 我们给小孩子拿来做防蚊用的 刚刚check里面有 有有有 有partner分享的 OK 所以这个Deadorant哦 他虽然是拿来查业下 但是我们后来有很多partner发现到哦 当你把这个Deadorant 涂完你孩子的全身 因为他没有铝园 没有酒精的 他不会阻塞毛孔的 所以非常安全的 你涂你的孩子 涂全身 涂他的脚板啊 等等这些 你全部涂完 恭喜啊 蚊子很少会动你孩子的 大家怕吗 你怕蚊子咬你的孩子吗 如果你怕的话哦 打一个yes好不好 尤其是怕黑斑蚊 那个咬下去就够里咬了 哦 中蚊子啊 等一下 怕哦 可是在Forever这边我们 我们尤其是出门 去野外去走走那种森林啊 或者是带孩子去去散步的时候啊 有时候怕蚊子会attack你孩子吗 不是attack我们attack孩子哦 你就涂全身涂完 然后继续走很少蚊子 几乎蚊子都不会动你孩子的 包括你自己啊 你把你的脚全部涂完啊 好你这只就是拿来钻涂了啊 你不要拿来涂全身了 过又拿来涂液晒蛤蜊啊 分开两只了啊 啊 OK啊对了 你试试看一只手涂一只手没有涂 你看什么事情发生 一只手被咬到变猪头 这包包只有一六六种起来对不对 真的这是我们的心得来的 所以我们出门 只要我没有去野外去外面 容易遇到蚊子 我们一定带住的 而且耐用了 讲真的 你们觉得耐用吗 这个这个点多人 超级耐用的 他一只很大只哎 可以用很久 你知道吗 你跟他骂哦 用几个月都用不完了 我跟你讲 超级耐的 因为他差不多就是一个 像一个remote control的一个赛 这样子的一个remote control的赛 很耐用的 而且他非常清爽 如果你拿火来烧 他只是变成水罢了 他不会不会着火的 他没有酒精的 啊 哇 又一年啊 我很省一下哦 哈哈哈哈 OK 所以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 别多人 我平时会照顾我孩子用的 好 会比较多实在的一个 一个例子啊 给大家去了解 然后我今天分享 再来呢 我比较多给我孩子用的 就是我们的牙膏 有吗 大家觉得哦 有孩子的话 你觉得孩子帅呀 头痛吗 你觉得很难给孩子 说的话 打个E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 我给我孩子沟通帅 也是不简单哦 超级头痛啊 他们一直不要算 你知道吗 小孩子正常啊 因为他们懒惰去刷牙啊 哦 so of course 我们很感恩 forever 有design这个牙膏 你要跟孩子去沟通啦 叫慢慢去刷哦 啊 维娜姐这边有分享啊 你对流对汉敏感哦 打完球 身体红红敏感 2点多人 然后结果就没有敏感了 我厉害哦 啊 我敏感皮肤啊 你看大家有好的见证了了 OK 所以大家有懂这样的情况哦 啊 流汗敏感 赶快去用这个点多人 哈哈哈 啊 如果多一个多一个分享啊 有些人他穿袜子啊 很容易脚臭啊 你们在穿袜子之前也是可以拿 我们刚才那个点多人哦 来涂整个脚板 哦 那个脚风啊 全部涂好过穿袜子 他就不会这么容易臭了你的脚 哈哈哈哈啊 除了高拉胎可以涂脚你知道吗 OK 所以再来一个产品就是我们的牙膏 好 Forever很出名的就是牙膏 你在start your genie pack里面就有两只牙膏 因为他也是我们的王牌来的 啊 这个牙膏的话呢 也是拿到super brand的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是放芦荟 加上风胶 啊 两个东西 来代替一个东西什么呢 代替这个佛化物 你们懂吗 Fluoride 在外面很多的主流牙膏 名牌牙膏里面几乎都会有Fluoride的 包括你去问牙医 他都叫你用牙膏要有Fluoride的 为什么 因为Fluoride是可以帮助强化牙齿 跟帮助杀菌用的 可是 这个Fluoride你要很小心用 如果你用的牙膏里面有Fluoride 你必须要漱口漱到够干净 来考考大家 今天如果你刷牙 如果你刷到是那种有Fluoride佛化物的牙膏 如果你漱口 大家觉得要漱多少杯水 你的Fluoride才会真正的干净到完 大家来猜一下 你假设你刷牙 你用佛化物的牙膏 真正你要漱到干净 要漱多少杯水才会干净 大家觉得漱多少杯 来啊猜一下 Sharon讲5杯 Ajin讲2杯 2杯都觉得蛮多啊 对不对 答案是什么 快补了啊 答案是必须要9杯水 9 神秘烂 我想问大家 你会不会这样得控哦 你帅啊 不要讲小孩子啊 大人啊 你帅啊 你会不会刷好过后 过后拿9杯来漱口了 我跟你讲不会的 这些事情太麻烦了 很多人啊 可能漱一口两口都拜拜了咯 就会走了咯 9杯咧 那也可能 因为你要真正 漱干 漱干净 你要9杯水 当然很浪费水啦 哇水资也不够了 我不要这样浪费啦 然后来Forever都可以了 然后赶时间嘛 对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Forever 底下这个牙膏哦 所以当然佛化物有它的好处 可是你没有树干净 这个佛化物就会每一天 每一天不小心给你吃进去 你身体里面了 就会造成很多的慢性问题 消化不好啊 便秘啊 脏风啊 一大堆问题的佛化物 而且甚至还会致癌啊 在赶快兵州消费者贤医的书里面 有写到的 所以你一定要忘干净的 啊你不要用Forever牙膏 可以你用外面的 但是确保你塑酒杯水 弄了它干干净净 可是你会觉得很重本哦 又很浪费时间 所以Forever的牙膏 design哦 他就知道这个问题啊 他就不要佛化物 可是他就在找 到底有什么东西 可以代替这个佛化物去做杀菌的 因为我们还是要杀菌的 不然牙周病会有问题的 对不对 就给Forever发现到 我们本身就有很好的原料了 就是风胶咯 大家懂吗 风胶哦 就是最好哦 可以帮助杀菌的一个agent来的 啊 好 女后在跟我讲话 哦 风胶就是最好帮助我们杀菌的功能的 风胶Forever很多 因为Forever是最大的密封公司 大家要记得 他就把巧妙的把卤灰 跟风胶放对的比例进去了 过后就变成我们这个牙膏了 啊 所以我们的牙膏不用佛化物 但是哦 可以杀菌的功能的 所以很多医生也是很奇怪 很多种牙医啦 哈 没有佛化物可以杀菌的咩 所以你要跟他好好去跟他聊哦 哎 你没有放风胶 鲁灰都有杀菌的agent的 啊 然后他颜色是什么颜色的 他知道吗 我们的牙膏 你挤出来哦 不是白色你知道吗 是青色的 哈哈 因为他有放夜律数进去 他帮助我们举报做freshing的功能的 啊 下个月进完全部的话 哈哈哈哈 是哦 啊 你听完过后 你过后慢慢去去选这些东西 去买来用啊 来照顾你一家人的 好 so 我们代替佛化物 然后我们放月律数进去帮助freshing的 so 他的他的味道有一点辣 小辣辣的 因为他是有放spare面进去的 薄荷这样子的功能的 所以哦 我小孩子你要train他们刷牙呢 要有耐心的 也不要一开始不要放太多 叫我给我孩子刷的时候 就是放一点点一点点先 让他慢慢去习惯那个 他会一点点辣辣 我小孩子 因为他里面是有那种类似像薄荷 这样的成分的 清爽的freshing的功能的 所以他们怕的话 你放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 这是之前的version 之前的版本 现在的版本是这样子的版本了 最新的包装 但是内容是一样的 嘿 你就放一点点 然后就因为forever的牙膏 是没有佛化物的 所以这个牙膏是edible的啊 可以吃的牙膏来的 喉咙通都可以吃的 所以小孩子很多时候 你叫他刷牙啦 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你叫他漱口啊 把他剥掉 可是他还喝下去 当着水浸牙局吗 你们觉得他做什么 他跟他喝下去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买那些 什么老虎飘的那种牌子啊 那种甜甜的啊 我跟你讲他会喝很多啊 会喝很多 喝很多chemical进去他身体里面了 佛化物一大堆了 所以在这边你不用担心 你孩子不小心把forever的牙膏 喝下去哦 没有事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没有佛化物的 非常安全 所以我看我们给孩子去刷 慢慢刷到 现在你自己会去刷牙了的 慢慢train的 所以你要小孩子小说 不会你就放一点的 在那个像那种rubber手的 牙刷这样子哦 像我们这样子就跟他捉咯 做他牙齿给他干净 ok 小孩子 其实小孩要富养 哈哈哈 ok啦 forever的产品哦 很公道价钱的 ok ok 所以你要杠杆去用 慢慢体验出心得 好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很多 也不用多一点点就好了啊 因为很浓缩的我们的牙膏 好 赞吗 大家觉得这个牙膏很赞的话 打一个夜少 不好 哈哈哈 啊 然后有一 就是啊 所以我们家里哦小孩子 一定我们帅要多给他们去用 这个牙膏了 不用去外面浪费钱去买好的 好 你有就给他用大人小孩一起用 大人的话 就是一个干酱的赛就够了的 不用多多的 ok 然后平时呢 我们出门的时候呢 哦我们我会用到的啊 其他产品啊 就是像我们的防晒 sunscreen 好 防晒也是好用的啊 这个防晒 你怕你的小孩子晒伤的话呢 你就跟他涂啊全身 包包一层啊 哦 因为他防水 然后呢 保护他的皮肤 不会晒伤 不会烫伤 因为小孩子 你当然你不要自己防晒 小孩子没有防晒啦 那你出去走 其实那种动物园 而且啊 你的孩子烧到变超大 我们讲 烧焦啊 我会小孩子会当初乱乱跑嘛 对不对 你跟他涂好的话 他就比较不容易烧焦的 不容易超大晒伤 好 因为我们的防晒 防水 vitamic VVA UVE 全部会隔开 而且我们design SPF30是刚刚好的 他不会很高 为什么 因为防晒 不一定是越高越好 大家同意吗 你同意的话 打个E 很多人会去外面买 哦 不好意思啊 也是买高高的给他 买那50100的也没有 但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SPF 他是拿来计算 可以在太阳底下 暴晒多少时间的 OK 所以一个SPF 大概可以在太阳暴晒下面 然后大概10分钟 所以30SPF就是300分钟 这样子的 够了的 暴晒啊 可是我说我们晒 是晒一下 没有晒一下 晒一下 没有下 你有带帽子 这样子 就很够用了的 然后他这个防晒 他是很温和的 不易刺激皮肤的 所以小孩子也是适合用的 从头到脚 全部给他们涂咯 涂包包的一层 OK 就可以make sure 他不会晒伤 啊 这是我们的防晒 其中一个我会 我会给我孩子用的啦 好 哦 不含什么 哦 不含肤质 因为有些人 哦 gluten free 有些人 他们会对 哦 肤质的人会敏感的 gluten 你有没有听过吗 好 有些人他对 有一群人 他对一个东西 叫gluten会敏感的 啊 我们没有 哦 所以哦 他们那种 对那种gluten敏感的人 他们都可以用的 啊 包括赤也是一样 哎 有些你去看有些产品上面写gluten free的就是这个东西 OK 这个是比较多是外用的 所以现在杰森要进入是内条的就是四方面的 有forever有什么产品可以帮助小孩子哦打造他们的防线 就是抵抗力或者是比较容易recover或者是消化全部去调好的 所以分享几个观念给大家啦 这个我觉得不错 大家可以来参考 所以成人的比较你要重要重视是如果你还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要代谢的营养素你要去fulfill他你就健康 老人家的比较重视功能性的营养素的然后关键问题啊等等 小孩子的就比较要重视就是成长方面需要的营养素咯 啊消化机能最重要 我们的消化机能一定要健康 大家同意吗 啊 没有这样讲啦 我也是一路学习的用好过我们孩子哦 我们就大家apply的 OK 所以在这边 我们哦 要身体健康 要小孩子健康 我们一定要照顾他的消化系统的 因为消化哦 消化系统啊 我们免疫力等等都是占了我们的身体一般以上的免疫力的 大家同意吗 你的消化到干净健康 你的人就健康 如果你同意的话打个YES好不好 你有听过这个这个词的话 你的消化到健康 你的人就健康了 啊 所以一样的小孩子 你的宝宝的肠胃健康 他就自然比较容易健康 比较少会有病痛了 同意哦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哦 啊可是要怎么只照顾好来呢 有几种方法的 除非你是很原始 你可以给孩子吃到很干净的 哦 非常营养完整的 恭喜你 你的孩子真的会健康 可是现在的时代哦 很多人很忙碌啊 没有办法给他这么完整的话 我们就要借助一些supplement来做辅助了 记得保健品哦 是来辅助的 他不是完全代替我们的食物啊 大家要记得啊 所以今天我们给我们孩子用这Forever的产品 他是辅助在于当你确的时候 你就补进去 OK 除非像我刚才讲的 你可以给你孩子吃到非常完整的营养 啊你可能不需要保健品 我也坦白跟你讲 这是我们营养 我们营养师啊 他们跟我们分享的 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做不到的啦 所以你需要来support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你要让消化到好以外的方法呢 第一 要补充足够的益生菌哦 大家听过吗 益生菌 一定要去补充 哦 所以你要怎样只check益生菌够不够 你就看他排便有没有顺畅 OK 有没有很好的睡眠 还是一直洗呢 一直一直干 一直很难很难入眠的 有没有需要经常排歌啊 哦 会不会担心换季啊 然后就整个人免疫力乱到完了 又是很容易生病的 哦 或者有没有吃够蔬菜水果 体力是不是好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呢 恭喜你啊 你差不多要准备益生菌给孩子用了的 OK 所以常见的问题有什么呢 然后脚痛啊 便秘啊 腹泻啊 食欲不准啊 或者食欲太过旺盛 也是其他一个问题的 所以今天哦 啊又变成奶吗 哈哈哈哈 我们在forever 圣剑多姿你知道吗 哈哈 这都是一些心得啦 我们用老孩子都在用我们分享啦 哦 所以消化道机能哦 饮食的对策这边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个是非常好 你可以screenshot起来 你就make sure你孩子有把这些东西都有 完整的fulfill给他们 他们就比较容易健康成长的 哦 益生菌一定要有 哦 一肠道里面很多好的细菌 我们要准备好来 哦 补充营养素 纤维 哦 这些乳糖 天然的乳糖啦 果果糖啊 多糖体这些准备给他们 来自天然的食物啊 不是来自那些糖果那种啊 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我们讲好的油 也是要给他们摄取足够的 OK 所以 益生菌的话呢 如果你发现你孩子益生菌不够的话呢 Forever有很好的代替品的 就是我们的Forever Pro V 这个马来西亚没有的卖的 大家分享给大家 因为可能你有本事拿到货的话 就去新加坡拿货 啊 你就可以去给孩子去用 因为我们新加坡也是有office 啊 新加坡就有卖 马来西亚就没有卖 啊 政府的政策不同 所以如果你拿到这个你也可以给孩子用的 Forever Design这个益生菌非常好的 Design design啊 OK 你可以给小孩子空腹或者睡前吃 你要直接给他这样子 因为他们不会吞 他的他的 他是胶囊状的 这个胶囊有特别功能的啦 这个植物胶囊 他是帮助我们顶过胃酸 所以你的那个益生菌不会被胃酸破坏掉 但是小孩子因为他们不会吞啊 你没有办法 我们一定开给他们这样子直接吃的 OK 然后他的罐子也是特别design 来make sure他防潮的 所以 这个这个罐子啊 他可以保护这个益生菌的寿命比较长的 当然你不要放他在热的地方啊 我们益生菌可以的话 放在凉凉的地方 或者放在冰厨会更耐久的 然后还有这个罐子保护着他的 然后里面有加了Zinc 有什么功能给大家看一看 OK 所以如果你给孩子摄取足够的话呢 帮助排便咯 大家这边呢 有没有遇到小孩子哦 排便哦 便秘的问题的 小孩子排便不顺的 有吗 有的话打个E好不好 啊 益生菌是黄色的那包吗 啊 是这个咯 这个 他是小小一罐的 你们有没有遇到孩子哦 经常有便秘的问题的 有的话 这个可以慢慢给他们去 去去去用的 OK 这个非常好用 你要让他成长发育啊等等 都可以用这个益生菌的 然后最重要是 我们的益生菌哦 他里面加了这个Zinc进去 所以你要这样子给孩子吃呢 你可以加在他的副食里面 或者加在水 或者加在芦荟汁 或者放蜂蜜 给他这样子吃都可以的 OK 所以我本身我的孩子呢 就比较直接一点了 我们就是直接开哦 直接倒进菊巴当粉 样子给他这样子去吞进去的 因为他们真的不会去吞 那个那个胶囊的 把他冲到啊 所以我们怎么只做呢 我们就是把他倒开 当作粉样子倒进去 at least他每天去服用 有去enjoy到这个益生菌的benefit 好 来准备开菊巴 然后就直接倒进去啊 菊巴里面 然后就直接吞 如果大人的话可以的话 全部是胶囊这些吞啊 哎这个是他的功能 我每次会给我孩子用的 啊维娜姐有分享 孩子是严重便秘啊 医生给油泡都没有用哦 啊OK 所以哦 你的肠道是健康哦 你看了 proby 帮大了孩子哦 排便顺畅去老的 啊所以 这个是其中一个 否帮助小孩子解决便秘的问题 非常好用 所以我的孩子啦 讲真的啊 他说到现在啊 没有便秘的问题的 北京排便顺畅的 差不多时间到就来了啊 OK 这是我们平时照顾孩子会用的产品 然后 再来我们注意怕小孩子有过敏的问题 有吗 大家同意吗 很怕小孩子过敏的 或敏感这个敏感那个 为什么呢 因为气种比较容易敏感的食物 有些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会种的 啊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啊 等等啊 你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 鸡蛋啊 牛奶啊 小麦啊 花生啊 坚果啊 黄豆啊 海鲜类等等 有吗 大家周围的朋友 包括自己孩子可能有 所以哦 在Forever的产品 怎么只做呢 我们可以给他们多喝芦荟 Aloe Vera 哦 因为芦荟里面哦 后来发现到芦荟里面 有个天然的多糖体 这个多糖体天生就在芦荟的肉里面 它可以抑制啊 那个过敏的反应的 啊 然后降低 降低那个我们拉肚子的现象的啊 当然你要耐心的 你不是说今天喝 明天就就马上好掉 没有 要时间的 每天要去脑给它去喝的 慢慢去training 慢慢去 因为这个东西天然食品 天然食品是以量取胜的 而且要持续性应用的 啊 你持续应用 它调好你的身体 你的机能调好的话呢 你很少会有敏感的问题的 啊 对啊 Ellergic to Medicine Antibiotic 对哦 好 因为有时候 Medicine你们知道药物啦 哦 师傅今天来分享药物 它只是一个chemical东西 它只是来解决当下的症状 但是 它会造成很多的副作用 OK 所以我们可以的话 就尽量找天然食品来做代替咯 慢慢啦 不要完全说取代药物到完 但是能代替的我们尽量去换 所以我们的孩子哦 平时啦 我们会怎么只做 我们会给他们喝我们的 Alobich 啊 所以你要给它降低敏感 你要给它多喝乳汇吗 如果你给它喝Original 可能有些小孩子会排测 因为它味道比较偏酸 有些小孩子不喜欢 但是有些小孩子就喜欢哦 所以看你家的孩子的情况 你们要try的 哦 所以我的孩子呢 他没有什么喜欢酸的味道的 所以我们就给它喝这个 比较比较偏香甜的味道的 不是放糖啊 它是蜜桃 成熟蜜桃天然的甜味的 同一天然疗法哦 现在也很主流啦 现在很多 大家都懂啦 要很多很多副作用 所以很多人都走天然 自然疗法了的 所以自然疗法 它必不过一定要配合一些食品啊 饮食天然的食品 所以Forever Design 好好准备咬的 帮助我们 OK 所以这个Alobich 就是给小孩子 我们很好 给小孩子去保养身体的 所以我孩子也是很喜欢的 每一天吵着要喝的 你看他样子喝的 要喝的时候 我很像看到 什么黄金 这样子那种感觉的 喝很快的 咕咕咕一下都喝完了 因为很好喝 所以这个里面 加了蜜桃进去 它又可以咬 它的肉比较大块一点 它是卤蜗的肉 比较大块的 所以啊 小孩子的气管不好 有些小孩子 他们很容易哮喘 你可以给它多喝这个 OK 排便不好啦 你如果给它吃益生菌 加买喝这个卤蜗进去 卤蜗哦 它是我们叫益生园 它是益生菌 很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吃吃吃吃吃了 过后它帮助益生菌 活得更久 好的益菌 活得更久 你的孩子就 活得更健康 你的孩子就很少便秘问题 抵抗力肺很好的 所以我们讲啦 卤蜗哦 跟益生菌哦 是很好的朋友来的 一个是好菌 一个是好菌 喜欢的食物搭配在一起哦 无敌咬的 啊 我们有这个 啊 所以你会发现到 Forever很多时候啊 卤蜗一定搭配益生菌 一起用了 就是这个原因 OK 所以那些小孩子偏食 不喜欢吃蔬菜的啊 你就给它多喝这个咯 因为你没有添乱好的Fiber 帮助他们肠胃的蠕动 眼睛不好啊 眼睛比较差 因为它里面有蜜桃 胡萝卜素 Petacarotin比较高 照顾照顾眼睛的 哦 不喜欢吃吃家里煮的食物啊 每天很挑食的 有没有小孩子很挑食的 我孩子其实也蛮挑食的 那种菜他们不吃的 你们谁啊 孩子跟我一样哦 不吃菜的有吧 有话打一个yes好不好 有的啊 我跟你讲 很多小孩子都不什么喜欢吃菜的 我我有这么多年了 我遇到一个 我去试习酒的时候 一个小孩子 超级爱吃菜的 我吓到老吗 我讲问你 我就问那个朋友 你怎么指啊 一个朋友啊 你怎么只趁你孩子这么喜欢吃菜的 你知道从酒席 从头吃到尾 然后孩子一直在吃菜的 全部菜啊爸爸嫁给孩子吃啊 吃吃吃吃吃吓到我哦 哦 但是几乎其他人很少会吃菜的小孩子 更不要讲 不要讲小孩子有时候大人都偏天不吃菜啊 所以不用担心了 我们就用这边for our产品像卤啊 这种还要代替咯 啊 当然不要讲完全代替啦 at least你菜 你还是一吃去吃一些 但是用这个做cover 好几岁的小孩子适合喝啊 ok 他只要会吃 soft food 了过后哦 都可以都可以喝了的 啊 因为为什么这乳会 baby 太小 baby 不能啊 怕他的乳会肉比较大块 怕他给到啊 他会吃食物的时候 soft food 了 这样子啊 你就可以给他开始喝了的 当然不用这样多 可能一开始给他10到20ml 先 try 先慢慢 可以一步一步来 啊哦 调他的免疫力 帮助消化 给他刚才我讲吗 维持好的细菌 啊 不爱喝开水都给他们喝 你他不想喝开水哦 你就拿这个残水片 他们喝咯 就这样简单罢了 啊我经常做这件事情的 哦有时候还叫他打死都不要喝啊 我们就馋这个蜜桃 然后再馋我们的蜂蜜 要后面给他看 馋了过我们哦 脑后想要汽水这样啊 一直喝很多 然后我们有些时候还会做什么呢 我们会做些冰棒 ice cream 样子的哦 尤其给他们去吃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 ice cream 很多添加剂 很多糖分啊 同意吗 我们就做自己的ice cream 啊 你可以去买那种模型啊 你就把这个 卤会啊 币虾倒进去了 然后拿去结冰 结冰了过来给他们吃啦 非常比较健康的ice cream 我们讲 啊 of course 当然也不鼓励他们吃到冷的东西啦 但是偶尔他们真的吵着要吃的哦 因为小孩子这样 你给他吃的ice cream 他就喜欢吃ice cream啊 每个小孩子应该都一样了 吃到糖果过去是炒要吃糖果的 我们就用这个来给他代替 ok 是一个idea啦 给大家 你可以买各种各样的pattern了 我们要买熊猫啊 一大堆爱心啊 骗他们吃啦 啊 啊然后弄成像香肠这样子 他们就拿来玩哦 然后一边玩一边吃 ok 啊 你要这个啊 哈哈哈哈 哦 so 除了这个以外 小孩子还遇到一些问题是什么 呼吸道的问题有吧 你的小孩子经常咳嗽啊 喉咙痒啊 哦流鼻水啊 喉咙痛啊 鼻塞啊 打喷嚏啊 呕吐啊 有没有 小孩子 一定有了 很正常啊 这个是文明病跑不掉的啦 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很多污染 我们可能家里照顾到很多 可是出去啊 你没有办法 你遇到一些 中工业污染啊 排气那种汽车排气管污染啊 等等这些的 所以 我们都准备好 可以帮忙 你可以保护好你的孩子的 哦 Forever最直接 其中一个产品可以帮到气管的 刚才讲除了pitch以外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蜂蜜 啊 你可以看这边 好 这个是蜂蜜有讲啊 帮助止客啊 气管的问题非常非常有帮助 然后我们很感恩 Forever有quality 非常好quality的蜂蜜 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养在沙漠的 沙漠蜜来的 啊 在Sonoran Desert 3000到7000种环境出来的蜂蜜 没有污染 而且浓度非常高 因为我们养在沙漠 它降雨量很少 想问大家 你们买蜂蜜 你喜欢买很浓的 还是你喜欢买很水的 你喜欢浓你就打浓 你喜欢买水水的你就打水 啊 没有对错 但你自己喜欢 你自己选择 很可惜是malaysia 很多蜂蜜 是真的是蜂蜜 可是你一发现到malaysia 很多的蜂蜜是水水的 去泰国水水的 去金马鲁看的水水这样的 啊 浓啦 对不对 或者你找的 有些两件事 我找的是 Oran Utan的 那种森林里面 切那个蜂蜜 出来可是水水的 颜色比较浅金色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亚洲一带 下雨量太多了 降雨量一多 那个蜂蜜就变成水水 含水量很高 可是forever的 如果你们拿过forever的蜂蜜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是不是非常的浓 啊 如果你刚做forever start your journey pack里面 都有两只的 或者是四只的 package 看你来个 你会发现到 很惊奇的 发现 诶这forever的蜂蜜 颜色这样黑的 像黑这样油一样的 有没有发现到 为什么 第一 我们养在沙漠 刚才我讲的 Soran Desert 花种3000到7000种花 这花越多 我们的蜂蜜原色 就越沉越暗 懂蜂蜜的人 是越黑的蜂蜜 越值钱的 可是malaysia 很多蜂蜜很浅色的 为什么 因为花种很少 花种很少 它蜂蜜就偏 浅金色的 可是forever 新后来就很深 为什么 花很多 那个沙漠很奇怪的 很多花的 不是每个沙漠都有的 你去那种 都拜 阿布达比 中东的沙漠 是高松 没有花的 我们找到 这个的 沙漠 是很多花的 因为它可能有 地下水的 我们就种在那边 然后 这个蜂蜜 它为什么会这么浓 也跟它的环境 有关系 forever 选在这个沙漠 是因为这沙漠 降雨量很少 当降雨量很少 你的蜂蜜就会很浓 含水量会很低 越低 少过17% 越好 我们是少过17%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蜂蜜是很浓 很git的 外面不厌就在这边 所以这边有伙伴 一些问题 放在冰箱可以吗 打开放冰箱是可以的 但是normally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放冰箱 它会冷 它会比较更git 你要挤的时候 比较难挤一点 但是做冰箱有一个很得意的试验的 是什么试验的吗 就是有的人问 你的蜂蜜有没有参糖 这些东西的吗 对不对 有人会问的 所以我们的蜂蜜很简单的 你就敢你拿去放冰箱 如果放进冰箱 你发现到有些蜂蜜在外面 它会结成冰霜 这样子在上面的 那个你可能要考虑 考虑一下那种蜂蜜 为什么呢 那个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那种蜂蜜 可能它里面有糖精的 当有糖精 糖是这样 糖一冷 它会结霜的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会有参到一些东西 可是Forever的蜂蜜 你要testing你放进冰箱 你放戒冰也好 你放肌肉也好 然后下面不会有戒冰的 它就是这么黑 它不会戒冰 它也不会戒霜出来 因为它里面是没有参糖的 它就是天然蜜蜂 去采的花蜜以来的 变成这个蜂蜜 有些时候 他们做现哪一样子 OK Forever你很放心 你不相信 大家不相信 你们今天拿去放冰箱试试看 可以的 of course 这个蜂蜜的话呢 该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孕妇可以喝吗 可以的 可是小孩子喝就要小心 小孩子会建议一岁以上 看到吗 这边一岁以上 为什么 因为一岁以下的小孩子 他们的消化到还没有完整的发育 你给他蜂蜜 尤其是我们的蜂蜜是RAW 纯 就是也像像我们野生蜂蜜类似这样子的 是没有特别去加工的 它里面很多那种好菌的 所以有些小孩子 他消化到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发育哦 跑来哦你给他喝这个蜂蜜啊 他会烙塞的啊 不要讲我们的 不管任何的蜂蜜都一样的 他会烙塞的 我们要避免这个问题 一岁以上的小孩子消化系统 全部发育到去七八八了 就可以开始喝了 敢敢大量喝了的 get up 吗大家 啊 所以哦 可以搭配再给他们这样子去用的 啊 so of course 多一个 多一个 啊 tips 给大家啦 有的人一定会讲的 哎 你的蜂蜜哦 蚂蚁来哦 可以的吗 是不是有糖的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啊 如果你有朋友跟你讲哦 蚂蚁来的蜂蜜是假的哦 它可能姿势还不够 OK 所以蜂蜜 它天然它 破到最白啊 它还是天然的糖来的 天然的甜分的东西 是来自花酿造出来的 它营养价值比较不一样 跟白糖不同 但是有些蚂蚁还是喜欢的 你明白吗 要看你家的蚂蚁啦 有些蚂蚁会来 有些蚂蚁不会来的啊 很奇怪的 有些人的家放哦 没有蚂蚁的 有些人放哦 一大堆蚂蚁来的 depends on 蚂蚁的情况 我说的 所以只是它不是金字糖 它不是白糖 它是蜜蜂去酿造出来 加上花天然的酿造出来 它的 benefit 会更多 更好 啊 所以它可以做我们天然的带糖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吃 pancake啊 累啊 我们都可以拿来做代替的 嘿啊 只是说有些人 他还是觉得 annoying啊 你不想看到蚂蚁来的话 你怎么办呢 你就拿一个 cock 换一个碗 放一点水 你把你的蜂蜜放上去 就蚂蚁来不来了 因为蚂蚁不游泳 懂吗 大家啊 你可以用这样子来避养那个蚂蚁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发现到 蚂蚁去到你的蜂蜜那边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很奇怪的 那个蚂蚁哦 它只是去嗅那个味道 它不会进去的 你会发现到 如果你就算有蚂蚁来哦 他只是在外面走劫罢的 他这样去嗅那个味道罢了 他被吸引来了 但是他不会进去的 你就打开你蜂蜜 咳咳掉一下 你就可以去去用了的 ok吗 大家学到吗 啊 这是我平时这样子给我孩子吃的咯 哦 我的孩子啊 你给他看到哈尼啊 还是好像很像看到饱 这样子一直冲来要吃的 然后吃又不是一点点的 我们是敢敢 你不会给他拿的呢 你一拿他一拿他挤哦 甚至恐怖多了小孩子 然后我们能力挤一个汤匙 这样子量给他们吃的 然后长大了哦 我姐姐喂妹妹妹妹姐姐这样子 或者你的小孩子不喜欢喝水 不喜欢喝水也很容易便秘的 你怎么只做 你就可以在你的水里面 加一些蜂蜜进去 你要加买那个芦荟也可以 就当做饮料给他们这样子喝 他可以帮助他们润肠的 所以减少他便秘的问题的 啊 Forever的蜂蜜可以预防便秘的哈 因为我有中医师的朋友 还有try我们的蜂蜜 他讲哦 杰森你的蜂蜜好料哦 我平时排便很顺畅了 喝你的蜂蜜啊 更顺畅哦 呵呵呵我讲是还用够存嘛 然后他帮助锁水在身体啊 你喝白开水 像小孩子喝白开水 假设你给他喝100ml就是100ml 可是你喝蜂蜜水啊 他会加30%锁在身体里面 他会等于类似 130ml这样的功能的 你懂吗 他会多30%锁在身体里面 so that你的孩子 包括大人不会缺水 你不会dehyration so that你造成便秘不灰的 啊这是蜂蜜的好处 啊OK 再来就是 你可以拿来做popcorn的 很多pattern的 啊你做popcorn你去给放糖 酱你就拿popcorn做好了 你就淋你的蜂蜜上去 给他们吃 啊好过给他们吃糖的啦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蜂蜜 当然你不要稍稍把蜂蜜淋下去了 你是差不多打比较凉一点了 才淋上去 拌一拌 因为蜂蜜不可以预热的 不鼓励预热 预热会破坏他的营养成分的 啊 温温差不多六七十六十度 五十度左右就OK了 包括你泡蜂蜜 啊泡蜂蜜水 你也不要拿烧水去泡蜂蜜 你知道吗 很可怜是那个蜂蜜被 撕死掉了 明白 他的里面的那些酵素啊 天然的营养水被破坏的 你温温的水就OK了的 好啊今天讲锁水哦认真了哦 哈哈哈 chop approved了啦 包锁水了 哦 所以大人小孩你觉得水分 你经常喝水不够 你就加蜂蜜水进去 OK 包括你做bancake那些 都可以淋上去的 这些是一些我们的心得啦 哦 再来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抗敏感的东西 在Forever也可以给你小孩子用的 就是我们的维他命C 啊维他命C 你可以其实可以来自很多的地方 可以吃维他命C的 水果啊蔬菜啊这些都有 可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吃到很完整 大家同意吗 怎么只办呢 Forever就设计这个absorbent C了 这个维他命C他很好料的哈 大人小孩全部可以用的 我的孩子当做糖果这样子吃的 你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维他命C里面呢 他有加蜂蜜做天然的联合剂 所以小孩子多吃也没有问题 他没有chemical年年纪的 然后他每一粒呢 是design60mg罢了 没有很高的 60刚刚好 然后放木瓜粉啊等等这些进去 说哦 为什么design60mg 因为你要知道哦 维他命C哦并不是越多越好 包括小孩子也不会吃太多 哦 所以哦 Forever就把它拆掉 弄成每一颗60mg 而有些你们有没有遇到在外面哦 你去farmacy去别的公司你去买哦 你们有看过 你们有买过维他命C吗 以前哦 你们在外面买维他命C 你买到的是多少mg的 大家可以在check里面写 有没有买过250的一粒 250mg 或者是500mg的有吗 或者是你买那种外面farmacy 你买那种丢进去水里面1000mg一粒的 这样子让你喝下去的 啊 每天多吃一粒 哈哈哈可以啦 维他命C Forever没有问题的 外面很多维他命C的剂量都很高的 啊为什么 为什么还 所以我们人体啊 不一定要马上吸收这样多了吗 为什么 人一个人健康哦 我们每两个小时最多能吸收60mg 这个是人体人体的的科学来的 两个小时吸收60 可是外面很多公司位置在很高 所以很多时候你吸收哦 比如你吃一粒500mg的 你身体只两个小时你只拿60 Bellon的哦 他440mg是排掉的 因为维他命C 它是水溶性维他命 它不能代表你太久了 它会排掉的 所以排掉的时候 会经过我们的尿液啊 然后配合了就排掉的 所以长期一直处在于高维他命C的状况 会有什么风险的吗 你种肾结石的风险会比较高的 啊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问题 Forever就没有design高剂量 他design60mg刚刚好够我们用 啊 对啊会生食的 超剂量的维他命C会生食的啊 所以你看哦 那我外面卖这500mg到1000mg的维他命C啊 不管大人小孩 你都不可以每天吃超过一粒的啊 一粒就是maximum了 你吃两粒很危险的 除非像刚才之前讲的 对癌症的病患才需要高剂量 因为维他命C是抗氧化剂来的 你有慢性病才需要大剂量 平常 平常天你怎么只把1000切成60出来呢 很难的哦 还要切到很小粒啊 这样子吃啊 不可能的嘛 你一定是1000直接吞下去的嘛 结果 长期来讲就可能有生食的风险哦 Forever就毕掉哈 我们每一粒你在60刚刚好 所以你给你孩子吃哦 比如你看啊这边一岁到六岁的小孩子 你可以给他一天一颗到三颗这样子 但是分开时间吃 早上一颗假设你要给他三粒啊 早上一粒 中五一粒 晚上一粒 当糖果分开吃 啊 而且Forever也很聪明的 如果你们吃过Forever的维他命C 你会发现到哦 他里面有呼呼这样子的 的粉样子的 为什么那个不是粉啊 那个是燕麦 啊燕麦敷 Forever很聪明的 他把这个燕麦敷放进去哦 做什么你知道吗 是拿来把维他命C 锁在身体的时间更长 除了给保护力 他会给维他命C时间延长 从刚才本来的两个小时延长到4个小时 所以吃的维他命C 会有一个持续释放的方向的 time release function的 所以在身体里面耐更久的 啊 也是有消炎的作用对了 所以呢我们维他命C是小量分时间吃的 所以你就可以分开时间给你孩子 当做糖果这样子吃咯 大人的话 他比较大了6岁到12岁的一天 一到6颗都没有问题 餐前餐后都可以有些人讲 可能胃不舒服 怕人家吃好胃不舒服 你就饭后吃也可以 没有问题的 但是胃不好的朋友请多喝 芦荟跟蜂蜜啊 还有吃蜂椒 你的你的胃会很快好起来的 哈哈哈 OK 我本身以前是严重胃病的人 现在settle了 好就是多喝卤会蜂蜜跟蜂椒多喝多吃 还有bonus就是花粉了 这几样你多吃哦 你的胃病直接解决的 OK 说这个维他命C 6到12岁一天一到6颗 啊 所以你就分开时间给他这样子吃 当做糖果为他们吃了 OK 所以我来一直真的很喜欢 他们就当做糖果自己吃哦 自己android 那没用用用用用用这样子吃哦 吃一整天的很开心的 哦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讲 只给他们提上美利利的气质一个办法 我爱我的维他命C OK而且很好吃了 你没有吃过吗 你们觉得Forever 维他命C很好吃的话哦 你打个E好不好 你知道哎呦很好吃哦 啊 他design到那个味道刚刚好的 不会很gly的味道啊等等这样子的 好这个就是Forever他 他很用心去做这个产品 而且你孩子不小心吃过量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一粒才60mg 他不小心吃两三粒哦 还ok的啦 好只是生病的时候 比如伤风感冒呢 刚才讲的这个剂量就可以double or triple了 如果伤风感冒的时候 啊因为伤风感冒呢 你要抗病毒的话 你的维他命C量就要比较大 比起平常天两到三倍 但是不要这样子 平时没有什么病 不用这样子吃了啊 有什么问题 不用这样子 就是你包养一到三个一到六颗 这样子 for不同的岁数的小孩子 ok 这是平时我给他们用的 然后再来呢 我会给我孩子喝的就是protein 哈哈哈 啊这是我平时会用的啦 哦 今天有很多东西啊 你看我接线用很多啊 我的孩子啊 几乎的真的是 Forever产品很多都用到完的 protein 我也给我孩子用很多时候 是大人用啊对不对 我们补充我们蛋白质啊 减重啊哦等等啊 可是我也给我孩子用 为什么 因为我要他们发育的好 就是啊皮肤啊毛发 头发指甲那些 你们要吗 你们孩子都是这样健康成长 都都一定要的 说我 蛋白质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给我们小孩子 蛋白质 你平时你给他吃 我讲话我孩子也是很奇怪 也不吃肉了我哈哈哈 小朋友小孩子跟我孩子一样啊 不吃菜又不吃肉 还有就去吃那些哦 精致淀粉很喜欢的 因为正常 还喜欢吃到精致淀粉啊 炸薯条 那样他们就很喜欢那样东西 好了 你要叫他吃好东西比较难 所以我们就偷偷的把这个protein 啊偷偷的放进他的奶粉里面 给他喝 啊 为什么 因为蛋白质还是很重要的 可以 你可以加在这个里面 所以 Forever Design蛋白质又不是单一的蛋白质哦 他又加Vitamin A C E 抗氧化剂帮助他们增长 还有B群 B complex全部都有 哦还有钙点心 C这些全部都很重要的 的元素 都在这个protein里面 所以Forever Design protein也是很有关的地的 也是帮助小孩子的肌肉啊 精神经线啊 帮助他们的甲状腺健康啊 DNA发育成长等等都有的 都在这个protein里面 所以哦 你们今天懂了 后来赶赶给你孩子喝啊 哈哈哈 哦 散在奶粉里面啊 而且他好吸收 好消化 很好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protein里面加了一个东西叫做Aminotin 一个知识分享给新的伙伴 你们看到吗 很大个字叫做Aminotin Aminotin呢 它是一种酵素 因为蛋白质进去身体里面 我们人体的酵素没有办法全部分解到完的 所以Forever明白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外面的protein没有这个东西哦 很多喝了哦 很多是浪费的 你吸收不到 因为我们消化 吸收就需要酵素这些去分解的 所以Forever就知道这个问题 他不要你浪费这个钱 他就在这个protein里面加了这个酵素叫做Aminotin 它是这一种酵素哦 帮助我们break down我们的protein的 他把这个protein break 到了切消 因为他进去身体是一个大的一个成分这样子的 他需要切小小 然后让你的身体每一个器官拿去吸收去用它的功能的 Forever放了这个进去就让我们的脂肪 我们把这个protein完整的利用到完啊 我们讲好吸收好消化好运用就是这个原因 啊终于听到酵素了 哈哈哈 哦我们的产品的酵素蛮多都有了啊 卤会里面都有 OK我们的这个protein里面也是有我们的花粉里面也是有 要多吃罢了 OK 然后小孩子的用法你们可以在这边参考 一岁到六岁哦 这个是小孩子的奶粉的汤匙啦 你们可以去去去去消化 然后去去去分 如果是比较大的孩子就是直接用里面的scope泡 给他们喝就这样子罢了的 所以你小孩子有时候做带餐啊等等 然后你孩子比较大了 早上去学校与其给他们吃乱七八糟啊 那种经济面啊 柜啊那些东西 你可以泡这个protein 加上一些水果 他们喜欢的水果搭配这样子给他们喝一个很好的早餐 啊 OK 年轻的三级小的餐饮不够全面 对他不够了解啦 当他一了解过他会发现到 forever 餐饮满全面的 然后 forever 很用心的 forever 每一年都有出新产品的 来迎合我们的 market 所以forever46年出了很多的产品哦 慢慢去补给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线的 你会发现到慢慢越来越齐全的 forever 的产品线 哦 50岁以上可以吃吗 可以 James 更需要喝 因为50岁以上他们的消化系统可能没有这么好了 然后酵素可能不足够 你就给他喝这个protein 来当做他的补助品 因为蛋白质尤其是年长人更需要啊 不然他们有时候很容易骨骼疏松啊 皮肤越来越下去 你看他们皮肤很皱皱这样子的为什么蛋白质缺乏了 collagen不够 这个蛋白质也会conferment collagen的啊 哦 他里面有那个我们要的那个氨基酸 他会变成我们的collagen的 所以 如果你发现到你皮肤开始垂咬的啊 你除了涂我们的外面的东西 多喝这个protein啊 我们的日本的伙伴 你们认识吗 Honami世界第一的一节现在 他分享啊 他每一天晚上before睡前半个小时 他一定喝我们protein的 因为睡前半个小时喝 然后你身体开始去消化了 吸收这个protein 过后晚上他就开始产生你的collagen 隔天皮肤会状况会很好的 哈哈哈 OK 嗯啊 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怎么只给我孩子喝呢 很简单的 我就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掺进去 当然不是100%取代奶粉 因为奶粉还是有他们需要 的营养素 我就在我的孩子的奶粉里面 我就用对半的的量 比如你给你孩子喝4个scoop 你我啦 我就2个scoop奶粉 2个scoop protein 啊 如果5个5个scoop 你可能给2个scoop protein 3个scoop奶粉 你自己去调整 调到那个孩子喜欢的味道 啊 而且重点这个一定要从小调啊 因为你的孩子大了 他认那个味道了过后 他很难会调那个味道 你就很难很难给他喝了的 对了 你没有遇到小孩子会认味道的 奶粉也是一样的 你要给他喝配方奶的时候呢 你就快快参进去给他去 去习惯那个味道了 他习惯了过后 以后你没有参他就讲 哎 这么你来 他就讲那乱乖乖的啊 我们就要调对的味道回去给他的 你去抓那个比例 OK of course 我在里面呢 我会加这这这几个东西 和我们的风胶 propolis 然后后面会讲 我们的风胶一粒一粒的 我敲成粉 我餐进去里面 我比较怕输了 调小孩子免得从小调几 我们餐点进去 还有餐Forever这个super green 啊 没有try过的朋友可以去try 里面有20多样的蔬菜 水果 还有枸杞子啊 这些goji berry 鱼鱼甘蓝啊等等 这些都在里面 帮助补充他们不够的蔬菜 啊 我都会餐点在我的孩子的奶粉里面的 所以我孩子的奶粉 我很多朋友哦 他跟我们出去的时候 他讲 吉尚 是不是你的孩子奶粉青青 奶哦青青色的 很多朋友这样问我 你知道吗 是不是你奶有问题 我讲没有啦没有啦 是是对的 我放料进去里面了我跟他讲 啊 所以我们孩子很少便秘的 我来自每天大便是很顺畅的啊 哈哈 这个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平时里面做好这功夫了的 有吧 有学到商定吗 啊 ok 当然营养比一比啦 和你一起给他们喝这些奶茶 豆浆等等 你也可以用 protein来做代替的 ok 然后呢 这些是你要孩子长大 我看到这个内容不错啦 分享给大家啦 你要给孩子长高长大 你可以用这些东西 然后再来 你要抗过敏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到小孩子的 就是我们的风胶 啊 这个风胶 和大家知道哦 风胶有很多 抗过敏啊 调免疫力啊 他就是天然哦 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antibiotic 我们很庆幸是世界上最大的蜜蜂公司 除了做蜂蜜做到很好 就是有design这个风胶 啊 尤其是covid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以前非典型肺炎 sars的时候 这个卖到断啊 卖到不够啊 一罐难求啊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条气管啊 免疫力啊 这些很好用的 而且你吃这个风胶 你给你孩子吃这些 他不会造成依赖性 大家有遇过吗 医生有些医生跟你讲你去看病 他给你吃antibiotic 他讲你一定要吃完啊 你没有吃完是不可以的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包括你生病 你去看医生 他开antibiotic给你的话 你一定要吃完的 大家知道吗 这个指示知道话打个E 你不可以不吃完哦 因为antibiotic你没有吃完的话哦 他杀菌杀到一半杀不完啊 等下你那个病毒啊 他会认那个antibiotic的你知道吗 以后那个antibiotic 对那病毒 或者是细菌就没有用了 他们就免疫了 他就变得更颊了 以后你要吃更重剂量的antibiotic 就更伤身哦 OK 所以风交我们很庆幸 他不会造成就是我们讲 病毒那些免疫他的 因为他是天然进去我们身体里面 训练我们的抵抗力的 训练我们的白血球啊 抵抗力去fight的 他训练你的人体 尤其是你的孩子 从小就给他们去用他 他训练你孩子的免疫力去打仗 去做对的事情 很多时候生病哦 就是免疫力太低 为什么免疫力低的时候 病毒就可以侵入他 细菌可以侵入他身体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去调小孩子的身体 所以你看哦 我在我孩子那一份里面 我一定缠这个的 包括他一开始 我们看到他伤口也是打去了放进去 这是他的功能 大家可以排一排来用 然后in future 可能他会换成这个packaging 还没有到malaysia 这个是其他国家 都已经换成这个新的包装了的 啊 马来西亚还没有到 我到了的话到时就变成这个了 他里面是一样的 哦 用法如果 因为他里面是tablet装的啊 你们看到他是这样子定装的 如果你孩子很小 他不会囤 他不会吃 你就打成粉 像我呢 我就拿那个 你们懂吗 中辣椒的那个石头 懂吗 酷酷酷的 我们说 经常拿那个酷酷酷去酷的 酷给他吹 拿一个纸袋比较厚一点的纸袋 拿去酷 吹他了 然后就参在奶粉呢 参在食物 你们自己聪聪聪聪聪聪给孩子吃下去就对了啦 有些呢 就会餐成水里面 餐蜂蜜水天天给他们吃 嘿 但是有些小孩子喜欢这个味道 有些小孩子喜欢啊 我们的蜂椒味道是 呃 你们懂杏仁吗 Almond 啊 Almond杏仁哦 两极化的啊 很喜欢杏仁就很喜欢 像我这种很喜欢的 不喜欢杏仁呢 就讲他是一个咖啡味的 有没有 现在给爸爸来吃吃啊 soy very good ok这样也帮到爸爸 好 长辈的话就是避免 他的血管的问题啊 调掉免疫力咯 好 所以他放了杏仁进去两极化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不喜欢人就是吞 喜欢的人可以接受人就寒 寒柱慢慢吸收 他效果会更好 哦 尤其是小孩子 如果他们敢去甘柱的话 你就给他甘当糖果这样子的 他可以甘很久 因为他的定状 他是很very solid的啊 他里面给你搞搞的那个风胶 慢慢去吸哦 ok 有些小孩子喜欢的 你就当做糖果给他这样子吃 啊 吃吃吃吃 开心 然后他免疫力就比较好 而且感寒柱的人你喉咙痛 你气管不好 伤风感冒会比较快好的 啊寒柱的话的效果 不敢的人就不用紧了 吞下去就可以了 哈哈哈 ok 或者太小孩子 我们讲就是 参在那个奶粉里面 哦 就再来呢 这边我分享最后一个 我给我孩子会用的 就是 啊 好的油 啊 这就要不够 餐柱 tablet 啊 不对 对对对 啊 如果你们找到那种哦 可以 打碎那个啊 啊那个钉状的的tablet的的的容器哦 你们可以去买的 我也是买一个 就是哦 你放那个 tablet进去哦 一粒粒的东西去 你去转转转转的 咳 那时候头在磨的磨碎他了 过后变成粉 啊你才才来用也可以 啊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也是可以 或者你要去online的平台去找了 那种磨碎的那个机器 而且 这这这这这去咬过啊 你就看到够够粉啊 你就可以来用了 ok啊 我也是这样子做 啊 容器可以卸在过吗 可以了 Wina姐应该会卸给大家看了 哈哈哈哈 哦 所以再来 哦就是 啊我们要注重就会跟他保养你 除了蛋白质啊 营养算也就补充 好的油也很重要 大家认同吧 所以为我们身体需要几个营养素 其中一个最重要营养素就是 Omega3 好的脂肪酸 Omega3跟Omega9 可以的话多补充 哦因为 这些饱和脂肪好的油都比较多来自 海鱼 深海鱼 ok 橄榄油 坚果等等 还有很多好的不好 脂肪酸 避免身体里面发炎的状况 所以我们很庆幸 Forever有这个产品 就是我们的Omega3 plus 我们的鱼油 啊 所以我们的鱼油 马来西亚的版本 for新来的伙伴啊 马来西亚的版本是叫Omega3 plus 可是全世界的话呢 我们的鱼油 其实我们以前的名字在马来西亚也叫 Arctic Sea 北极深海鱼油它的名字 ok 只是马来西亚的政府 因为我们要申请license 它更新了 它不能让我们用Arctic Sea这个字 因为Arctic 它可能不懂政府是属于敏感字 还是我不懂啦 所以它不能给我们用Arctic这个字 我们马来西亚特别叫做Omega3 plus 啊 这个是政策的不同 所以有人讲 哎 其实是你讲Arctic很好 这我找不到的 啊 你去你们的apps里面 里面去找哦 它叫Omega3plus 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so 里面呢是有什么东西 里面有第一 北极深海鱼油 我们感恩 forever 把北极最好的鱼油 全部跟它扒下来 变成我们垄断了 所以你在外面找不到的 你去外面pharmacy 外面去找哦 你都会找到的都是什么 啊 都是千种 Australian New Zealand 挪威这种哦 这种海域的鱼吧 你很少 你根本几乎是找不到 北极深海鱼油的 大家认同吗 认同的话打一个E好不好 你去pharmacy 去别的公司 你没有听过北极深海鱼油的 你认同的话打一个E 哦真的耶 我做了11年哦 我没有听过北极深海鱼油的 在外面 他会跟你讲什么阿拉斯加啦 欧洲啦 挪威啦 这种一大堆啦 可是很多的海域都污染了 Forever很聪明 在40多年前 他就找到北极 最冷的地方 而且鱼的quality很好 哦 所以我们拿那边的鱼 的鱼油 他皮下的油 OK 不是那个鱼干油啊 是鱼油 啊 皮下面的 啊 pill crusher 对啊 哦 可以去找他pill crusher 哦 所以我们拿北极深海鱼油 然后 我们抛下来了 过后我们加一个东西就是 橄榄油 大家有看到吗 olive oil 鱼油是Omega3 橄榄油是Omega9 这个应该大家都懂啦 不懂的话就很奇怪了 对不对 哈哈 我去Google都找到了 YouTube都有的 so forever不一样在哪里 Forever的鱼油 跟橄榄油 他调到对的比例哦 他现在调到EPADH 是一对一的比例 是最适合我们现在人的饮食的 OK 他每六小科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小的 很小科了的 所以我们做这样小科 因为方便小孩子吃 像我的孩子啊 我就给他吃了的 直接当做像吃咖咪一样 你们懂咖咪吗 我那种软糖 我就在他在他他要吃啊 放两粒给他 他就当做软糖 有有有有破细啊 那油他就吞下去了 没有事情了 不会给到 以前比较大粒哦 有人讲哇 这样大粒 我孩子给到怎么吃啊 Forever就特别做这个小粒的 所以这个小粒里面 他容易吃 不会给到 啊 DESIGN 这样子 给一些大人啊 也是比较 怕吞那种大粒的油啊 我们的很小粒哦 现在 两粒大粒小粒等于一粒大粒 以前的SIZE的 OK 然后我们里面又添加了橄榄油 然后我们添加了柠檬油 所以我们的鱼腥味降到很低了的 那放柠檬油进去 帮助降鱼腥味 帮助抗发炎的 啊 然后就因为加了橄榄油进去 所以他的效果会比外面单一的鱼油会更好 大家认同吗 啊 你找不到呢 你也找不到外面有一间公司哦 把EU跟橄榄油参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是Forever的转粒 啊 每六粒就有600MG EPA 600MG DHA 然后300MG的橄榄油 OK 是非常非常好夸的 所以我们台湾 还有一个谢明泽教授都认证的 很好quality的EU来的 OK 然后of course你问 EU要check什么东西 要看他有没有重金属污染 你们会看到外面很多的EU哦 他会跟你讲已经过滤干净了啊 没有重金属啊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鱼哦 海鱼哦 都已经污染了的 所以他们需要去做过滤的过程 可是Forever的EU啊 是不需要通过过滤哦 去验证去check那个SGS啊 都过啊 没有重金属的 因为我们选择的地方海域是非常干净的 啊 所以我们拿到的EU是非常好quality 没有水银 没有重金属的污染 所以哦 会非常有安心的给孩子 是你们觉得这样子好吗 给孩子吃你会比较安心的 你打个yes好不好 啊 OK 所以 这个就是我平时哦 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 从日常 到最后保养我们给孩子用的所有的产品 这个就是一路一路我们在用着的的心得 所以希望哦 今天的分享会比较长一点点 但是希望干货满满的给大家 你有学到一些东西的话哦 你打一个yes好不好啊 你有学到something的话 啊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你们 就是懂得怎么去照顾好你的孩子 通过我们平时的分享了 哈 你用了 希望大家学到这些知识了 你用了你有更多的见证 不要排行share出来在group里面 给大家一起获益 帮助更多的小孩子 帮助更多的父母好不好 OK 所以哦谢谢大家的餐饮今天 也希望你们哦可以照顾好一家人 我把我的时间 帮出去给uncle hugh 谢谢你们拜拜 哇 谢谢 jason 真的是干货满满哦 OK 我在这边有几个见证啊 OK 啊 这个蜂蜜哦 OK我的小孩子本身呢 他晚上睡觉不懂做么 时不时他会克兽的 他用了这个蜂蜜过后哦 也没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了 ok 而且我的儿子呢他 就是在一个礼拜里面 他的这个伤风啊 止不到 他看了医生哦 一个礼拜还是流鼻涕 后来我也是给他吃 4Level Living的这个花粉 跟这个Vitamin C哦 他再也没有流鼻涕了 所以啊真的是这个4Level Living的 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 ok 如果想买的话 或者是怎样 ok 可以邀请 可以请教下你带你来的人 或者是你的上线 或者是什么 ok 他会告诉你怎样去购买这些产品 ok来 我们的节目啊 我们啊 我们的会议到这边 啊已经需要尾声了 然后谢谢大家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会议 ok 也得到大家 大家也得到这些资讯了啦 如果想要买的话就 直接就找你的上线 或者是带你的朋友来 ok 那么谢谢大家 谢谢先生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会议就到 以上了 ok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赶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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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 人们的身份 所以这些是最好的 我们走步步步 然后我们也能够有个一群人 不只有一群人 我们有很多人 它能帮助我们 人从人比方 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 人从人很健康 或是想改移 它能帮助我们 这三个方法 步步步步 BO有一个系统 所以从人从人物进入 他会成为人很健康 而成为人很健康 how we become an entrepreneur who represents很有效 所以就能追隨之路 它真的確實會看到結果 我只想想像一個人 我不有什麼教育 在教育 但能做成七個檔 我们会叫做 поэтому今天没有声音 因为我们打算 re-banked 让警和警任 并不两个人 并不仅仅仅 警察有什么 警察有28个女孩 跟Sipo今天 歡迎光臨 我們今天 歡迎光臨 我們只剩下50% 我們可以開始 我們會有60% 我們要快點 快點 是 一 二 我們一定會 一 我們要走 女士 先生先生487.177 ringgit itu dia 512.523 ringgit 32 cent yes 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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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769 556.589 ringgit 19 cent terdapat run bisnes ni dengan tanpa ragu-ragu sebab kita ada masa cukup untuk kita develop tim untuk lebih berjaya lagi dan sama-sama berdiri di pentas dunia B.O.I. Group punya satu sistem yang sangat hebat yang boleh senang untuk dideplakasikan kepada yang lain kalau awak ada sistem, awak boleh senang kegelicir dan terus perbaiki sehingga mencapai kejayaan yang luar biasa itu dia penduduk rumah 560.688 ringgit dengan 614.182 ringgit 61 cent yes ada ratus 23,201 ringgit 221.599 ringgit 800.599 ringgit wah ada kaya lagi lagi yes 221.6iero ringgit 1,056,731 ringgit so thank you forever, thank you BOI International Thank you the best networking system in the world yes so BOI International Group adalah kumpulan terbaik untuk menolong anda, mengejar impian anda pasti anda berjaya di puncak dunia see you at the top, bye bye BGM